我起来了 早上好 现在时间是10点42分 这一觉睡得很舒服 为什么舒服呢 因为外面的气温不是很低 外面的气温是零下五度 非常舒服 25非常害 然后呢 紧接着给大家看看外面的雪下成什么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昨天晚上要走的原因之一啊 因为呢 天区预报说了 从北京 有股强烈的寒风要刮到南边来 咱越往南边走呢 越暖化 来现在我们在Villiam Sleek 昨天下了雪那就是这边的明天就好很多了 上路之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呢 我不是说了 大家呢 像这种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Pretrip Inspection 简单绕车看一下 每次停车的时候必看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车下面有没有漏油 然后管子又没有漏气 然后最后再看一个轮胎 车东西有时候都无所谓 白天开车嘛 最重要就是这个 轮胎 你必须要看轮胎的 绕车 走一圈看看我们的车成什么样了 那 兄弟们看着了吧 这就是昨天这个轮胎的积雪那你说 这些东西搞不搞 搞也行不搞也行像这 漂亮 我真的美啊兄弟们 看 但是有一个东西啊你护住的时候像那个车灯护住了之后我们必须要把他车灯弄开 必须要把车灯护开对不对 那个没问题啊 像这些东西你想里头吗 讲对的对的啊你看看到没有我这昨天晚上我们开回来是多牛逼 哇塞 哇塞 我这里这里都 我 我得进得进得进 南方的朋友们喜不喜欢踏雪 我看这灯啊主要主要咱们把车都弄一下就行 像其他地方像这 这都是后面 哎呀我都把我的脚呀 冻死了冻死了冻死了 雪全进去了兄弟们 哎呦 来看看我们后面这个后面这个鸡血呢我们去 后面这个鸡血呢 行了我赶快找东西吧 我找东西把他给弄清了 弄新的单又可以走了 如果不能行大家可以想想昨天晚上我开过来的时候 这根本别人你说怎么看 这灯在哪里我告诉大家 我把我专门 扫雪的东西呢 从我的车里拿出来 别看我的这个车 空间很大 工具想放点工具全部都不行啊 先把这点东西你知道吧 你这些东西去不去都行啊 但是我个人建议就稍微 哎 油盖上的鸡血 这是后面的鸡血 开开的时候它全部都会掉起来 所以说呢 一边开一边弄吧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 我这点东西呢 哇哇哇 我这边就上去啊 这些东西都不用动了为什么呢 等一下的一话就行了 咱们总要个有个手要有个次要 哎呀我现在的胳膊抬不起来啊就这样的啊 哎呀哎呀哎呀 就把胳膊这样举一下 举不了 像这个灯看到没 已经完全的被冻住了 我们就需要这样看看 像这个灯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雪很舒服啊很好玩我很喜欢玩这个东西啊 矿一定要掉一大块好玩吧 这这鞠血很厚啊 看 这就是 这就是你开开一晚上大雪才能 才能开出来的效果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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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不管了 为什么不管因为那个东西都不是很重要吗重要是我们车能开起来 来看这雪 一晚上开过来的时候就这样的 而且你要把这个东西你看像这边的时候你一定要 你所以说如果说你起来不看直接开 直接丢地啊检查站都会把你拦下来就告诉你 你怎么可能做的 你没做 就来了 看这个这个像这种标签一定要露出来 哎呀 我决定了 我决定 换左手了 我决定换左手 我现在用右手拍摄忽然发现哪只手都不舒服 右手举不起来左手发麻 弄得我都没有人无完人就是这个意思 人无完人 给大家感受一下这 加拿大的雪终于来了 这是最晚的一次 1月8号才出来这种情况 以前的倒是什么时候的 一场雪 9月份9月底就有了 现在这个倒好 真正的下雪这时候才开始 我们要做的是的把这车灯清理干净 我决定了还是把大家放在某个地方了 把大家放在这个角落的大家慢慢看 稍微看一下不这就是 卡车司机的生活啊我给大家摆高点 摆个好看点的位置 就OK 能不能行 我觉得差不多 可以 可以可以我带了一只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好了 搞定了 我们把所有的车灯都给他擦个遍 像这些东西都好玩 以后大家想玩头自己玩 一掉就血嘎的一堆 就谈血嘎的 我贼 贼你知道吗 贼解压你知道吗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东西老解压了 你看这咕噜上 这咕噜上东冰看到没有兄弟们 这东西 就这东西我们说了下 雪天的时候呢 雪天飞着渣子就飞着小车上那么就飞掉了吗 其实没事打因为这是往两边 个人建议像这些雪呢 还是能动稍微动一下因为什么如果你开起来之后啊 这雪呢 对后面造成影响也是很大的啊 知道吧 哎呦 嘿嘿嘿 嘿 嘿呀可可 嘿呀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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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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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什么东西 感觉我到了溶洞 哎呀太累了 我后来还是决定决定把这血 除一除 不除的话确实 对路上的行人还是挺危险的 看着漂亮 好了 我继续啊 我继续用我的小工具开始清理这些东西 清理完我们上路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拍 太累了 行 一会见 弄下来的鸡血有多厚呢 给大家随便演示演示啊已经把这里全部填满了 以前大家都知道这里全都是 现在都把它拆下来了 后面的也全都是拆下来了有些血管太大了我就搬到旁边 走 像这些地方呢 它容易掉下来的呢 我们就给它贴一贴 贴一贴 不容许掉下来的地方呢 也就不管它了 现在呢 车灯都亮出来了 所有东西 都OK了 那现在呢再看看前面这里的鸡血啊都踩的都后的 一塌糊涂之前那上面的血也全部给我铲下来 就能掉下来的血 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我都给铲下来了 好了现在呢11点一刻 我们在那儿差不多 整整耗了半个小时了已经 好累死了累死了 我把大家放在一个好的位置 我们 开启 我们的旅程 这个位置最合适的 我觉得 好嘞 好嘞